光线跟踪材质类型 在这个视频教育当中呢 我们将学下关于光线跟踪材质的使用方法 光线跟踪材质呢 对于我们在没有渲染器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我们使用MAX的扫描线渲染器已经渲染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材质 它呢既可以模拟类似于像金属玻璃 又可以呢模拟这种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材质 所以呢我们在经使用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想调节材质效果 那更多的时候呢都是使用我们的光线跟踪材质经模拟 那在这一地方呢我们再来提醒一句 在之前的视频教育当中呢 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们在描写这种透明对象的时候 尤其是对于透明来说 我们如果把对象给它成一个50的透明 这时候大家会发现对象本身确实是透明了 但是呢对象是没有折射的 而这个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对的 是不符合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生活规律的 所以呢我们在经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使用我们的光线跟踪材质来进行模拟 在这地方来呢为了方便我们教学 我将左面材质改成我们的光线跟踪材质 其实呢也就是我们场景当中这个材质效果 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眼 OK我们将这个对象改成我们的光线跟踪材质 我们通过两个材质球的对比 我们来对比上来观察一下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眼 关于这个光线跟踪材质的一个面板的大概分布 我们的光线跟踪材质呢 在经分布的时候它的内容较多 参数呢内容也比较多 大家可以看到它分成很多选项 那由于内容较多呢 将分成两个视频来给大家讲解 那这第一个视频呢 主要先给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光线跟踪的基本参数设置 那我们来对应着看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眼 关于我们的明暗器处理类型 大家可以看到了明暗器处理类型 当我们点击之后呢 它和我们的标准材质当中的明暗器的处理类型 几乎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少了几项 在经使用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可以分成方式材质类型 这种材质类型呢 用于模拟高硬度 强高光反射的这种对象 比如说像玻璃 或者是这种上了右的瓷器 高光面积较小 但高光比较强 通过它去模拟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大家可以看到 高光是这样的 另外呢还要有这种布林材质 布林材质呢是一种通用材质 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多数材质 都可以通过它去模拟 当然呢下面还有这种金属材质 可以用于模拟金属 还有这种 欧尼尔布林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呢 主要是模拟粗糙表面 一般来说像麻布啊 或者说像粗糙之类 可以通过它去模拟 另外呢还有一种叫做 隔香移境材质 它的高光是狭床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和我们在使用 标准材质当中的区别并不是很大 除此之外呢 大家注意到了 在这边呢有四个勾选 其实呢它也和我们 标准材质当中的 这四个勾选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它在经营裸列的时候 是把这个地方 变成了明安其基本参数 而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给它加到一起缺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的 我在这里就不禁服说了 好非常关键呢 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关于环境和慢反射 以及呢 反射和折射 这几个选项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眼 关于它的 慢反射和环境光 那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跟我们在之前 所学的标准材质当中 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为它修改一个颜色 那我们慢着颜色变了 我们对象本身颜色也会变 这个地方呢 和我们变成才是一样的 最为特殊的地方 就是在反射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到了 我们反射这个地方呢 按照咱们之前 所学的标准材质当中 如果我们想让一个对象 加反射 我们先把它们都改过来 我们改成一个红色 如果你想让这个对象 加反射 我们需要在贴图当中来 在反射当中 加入我们的一个 叫做光线跟踪的贴图 这时候呢 对象就会带上我们的反射 而如果我们要是 使用标准材质 进行调节的时候 大家知道 反射当中是没有必要 调节这个效果的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 调节颜色就可以了 在调节的时候 黑色代表完全没有任何反射 而白色呢 是代表100%的反射 大家可以看到了 当我们把这个滑块 从黑色调成白色的时候 你已经看不到 慢慢射的影响 因为一个对象 完完全全的反射 它太完美的反射了 所以我们慢慢射的颜色 是根本不会产生效果的 大家注意到 当我们到一半的时候呢 注意 还有一半的这种反射效果 除了有这种颜色处理之外 大家注意到 这种灰度处理之外 它还可以以颜色做反射 比如说 我现在是一个红色球 但我能反射出蓝色光来 当然这个看起来 效果比较诡异 但是这也是一种效果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在模拟这种纯反射对象的时候 我们慢慢射的颜色 基本上都是纯黑 比如说以金属为例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很像那种 在圣诞树时候挂的那种 金属球的效果 可以通过它进行模拟 我们当然也可以 让两个效果是变成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蓝色和蓝色变成一样 但多数情况下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慢慢射最好为黑色 让它呢 不受任何的影响 好 OK 那这个呢是关于反射的设置 反射除了有这种控制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控制 大家注意到 它可以参数控制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反射为零的时候 完全没有反射 反射为一百的时候 是百分之一百的反射 也就是说呢 它失去了对于颜色的控制 注意 它是不能调颜色的 你要想调颜色的话 需要在这地方来 我们给它用颜色精调节 另外这里面呢 还有一种非常之特殊的反射方式 它的名字呢 叫做菲尼尔反射方式 菲尼尔反射方式呢 是一位光学家 光学物理学家 然后呢 他发现了一种叫做菲尼尔的反射现象 所以菲尼尔反射现象是指这么一个效果 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单评一下 我们在实际的 制作当中呢 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对象 也说我们的眼睛能看到一个物体 其实呢 都是由于对象的反射来造成的 那我们的反射呢 其实主要呢 就分成三大类 一类呢 就是我们的慢反射 注意 这是一个物体 由于呢 物体从微观表面来说 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效果 所以呢 我们在进行计算反射的时候 比如说这是一种平行光线来进行照射 照射完之后呢 我们的反射会变成这样反射 它会朝四周进行反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朝四周进行反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叫慢反射 我们能看到这个对象表面的本身颜色 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还有一种反射 这叫做慢反射 我们来简单区分一下 慢反射 另外一种反射呢 是叫做镜面反射 所谓镜面反射呢 一般来说指的是这种金属类的效果 或者是镜子 其实镜子呢 从我们 呃 材质上来说呢 其实它也跨分在金属里面 因为呢 我们的镜子也是靠后面的金属毒层进行反射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是镜子反射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镜面反射 它得到反射效果就这样 这样 OK 它是这样平行进 平行出 得到这么一种反射效果 而如果我们是慢反射效果呢 由于表面比较粗糙 它可能会反射到其他位置上去 所以呢 我们会产生这种慢反射效果 这个呢 叫做镜面反射 除了这两种反射之外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反射方式 它叫做 飞尼反射 飞尼反射呢 我们需要画一球体来跟它说明 比如呢 我们画一球体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眼睛 飞尼反射呢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射方式 它是根据我们的对象的一个叫做夹角关系来经计算的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对于透明类的对象 其实呢 都应该属于这么一种反射方式 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所有对象 从微观上来说都是透明的 比如说 即使是我们的木料 或者是食材 像这样的材质我们从表面来说 它并不是透明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并不会让我们的桌子 然后变成透明的 看到底的效果 但是如果从微观上来说呢 它的表面涂层的都是这种透明的 可能是7 或者说呢 可能是一种幼稚涂层 在进行类似于这种透明类对象的反射的时候 这种透明类对象反射的时候 它在计算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们的视线与我们的眼睛的夹角越大 大家知道 这个夹角数为90度 90度 这是我们眼睛和我们现身后当中所能看到面的最大夹角数为90度 它的反射将很弱 我写一个弱字 反射很弱 而如果我们的发现和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对象夹角越小 它的反射就越强 反射就越强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会产生一种这样的一种透明反射效果 也就是说 我们的眼睛越朝向于我们的表面 比如说 有一栋楼 然后呢 我们去看我们的这栋楼 如果呢我们是看一层二层 我们会发现通透性是比较好的 因为反射比较弱 所以它的通透性比较好 我们可以看到一二层里面那种 当我们眼睛奔上看的时候 好像红色 当我们眼睛奔上看的时候 由于我们的夹角在变小 所以它的反射会变强 所以你看不到里面对象 你只能看到它反射周围的楼 或者是周围的天空 这种效果 所以我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 我们的反射其实就分 A叫慢反射 B镜面反射 还有C就是飞尼反射 而我们如果调节慢反射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 注意点击M 我们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说的 慢反射直接进行调节就可以了 而如果我们想调节反射的话呢 注意这地方分成两项 一项呢就是我们这种 通过颜色进行调节 那它呢得到镜面反射 得到效果呢类似于像金属效果 我们可以先看一眼 大家可以看到 得到效果呢很像金属 而如果另外一种反射方式 那它呢就是这种飞尼尔反射方式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反射 除了金属反射 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结到 我们的飞尼尔反射当中 OK我们再进行渲染 大家可以看到了 它的反射 现在并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将慢慢的颜色换一下 换成红色 我们再进行计算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些反射效果 而且呢越正向于我的视角 我们的计算的时候 我们反射将越弱 然后越边上的地方 我们对象的反射就越强了 但是呢在进行计算到现在为止的时候呢 我们会出现一个小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对象的环境背景板 也会对对象产生一种反射效果 并且得到一个非常搞笑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了 得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些排除处理 首先呢我们先登环境背景板 选择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材质 奔下找 这里面有个关于反射的选项 我们用我们的局部排除方式 我们将这两个材质已经排除 将这两个模型已经排除 一个叫预示材质 一个叫预示材质 预示 排除过去 点确定 并且呢让它在反射当中排除下去 那这样的话再进行计算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对象就没有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就没有这个对象了 好OK 那我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看一眼 那这个呢就叫做反射计算 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们在进行调节的时候呢 如果是均属 你可使用这种反射 如果不是均属 而其他的所有对象的反射 我们都应该使用菲尼尔反射 而菲尼尔反射 它的反射强度要靠什么呢 要靠我们的折数类来决定 折数类越大 我们的反射程度就越强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材质来简单观察一下 现在呢是1.5左右的折数类 这种呢越趋近于玻璃 大家可以看一眼1.5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的反射 如果呢我们是1.3左右 大家可以看它会被削弱 这样的反 这样的反射强度约等于波 约等于水 如果呢我们再低一点 比如1.2 这样的话呢约等于木料 而我们的这个折数率越高 比如2.0 约等于水晶 然后呢2.4 那这个呢就相当于是钻石 因为我们的对象从微观上来说都是透明的 所以呢 它是靠折数率来影响 这个对象的反射强度 那在这地方呢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向读者好好理解一下 就是在折射当中 菲尼尔反射 这时候我们已经确定了它的反射方式 然后靠折射率来影响它的反射强度 是相当于是一种衰减程度 好 那在这地方来呢 我们希望先以1.5为例来说一下 当我们确定了反射之后 当我们确定了反射之后 那下面我们也要确定的就是关于我们的折射处理 注意这个呢 也是我们光线跟踪材质当中非常优秀一点 大家注意到 如果我们将我们透明当中的黑色改成白色 你也发现我们就得到了一块玻璃效果 得到一种透明的且折射的这种玻璃效果 好我们可以先对它进一下渲染 大家可以看到得到这种玻璃的效果 这时候呢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在调节金属材质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了 首先呢 我们会发现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地方 是这种黑色的 大家注意到 我们把这个东西从非哪反射 摆成白色的 变成我们的金属反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周围有很多地方是这种黑色的 这时候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主要是由于我们环境的原因 如果呢 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桌子上 放一个金属的效果 比如放一个金属的杯子也好 或者放一个金属的罐子也好 你会发现 它会把周围的环境都进行反射 来得到这效果 当然由于我们现在是拿三百元金模拟 所以周围是没有东西的 周围是黑天 这个地方带金模拟的时候呢 我们为它专门定制了一张贴图 选择8 其实呢 我们已经为这张环境当中加了一张贴图 但是并没有被应用 我们给它这张贴图应用 那这张贴图呢 其实就是一张 ITDRi的一种高动态范围贴图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么一种贴图形式 然后呢 我们再对它进行渲染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种高亮的地方 已经不再是我们刚才的黑色了 而被我们的这张图片给替代掉 相当于它反射的时候 反射天空的时候 天空已经有了这么一张图片 来对您替代 好 OK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一个 金属的处理 那下面呢 如果我们要调整式玻璃 首先呢 我们说了 玻璃材质在进行调整的时候 它应该遵循我们的非尼尔反射 因为它不是金属 所以它就是我们的非尼尔反射 并且在这地方来 有点不透明度的选项 将透明度的选项打到头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呢 就能得到一种 玻璃效果 当然我们最好的使用方式才是 点状高光 好 进行渲染 哎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得到这种玻璃效果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在进行调整的时候 把透明度降低 注意 把透明度降低 然后呢 再进行渲染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种透明度也会被降低 也会被削弱 然后呢 透明度降的越低 谁越起起到作用 就是慢慢射也起到作用 当我们透明度完完全全为黑色的时候 也就是说完完全全不透明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 慢慢射就发挥到作用 大家看到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一个材质 就是说 慢反射呢 是起到最根基的作用 它直接起到一种慢反射的效果影响 如果我们对象产生了这种镜面反射 反射能力太强了 它就把我们的慢反射给它替代掉了 完完全全使用镜面反射 我们的慢反射就完全失去它的意义了 这时候我们渲染色呢 就是这种金属效果 而如果我们要让一个对象透明了 大家注意到 如果我们要让一个对象透明了 且透明的里面的反射当中为我们的飞尼尔反射 那它呢得到就是这种类似于玻璃的效果 在这地方呢一定要提醒读者注意一下 我们在进行使用的时候 最好将我们的慢慢设颜色 视为纯黑色 如果你在这地方设成为白色 且将透明度不是这么透明 比如说我的透明不是那么透明 而是稍微灰一点 这时候大家会发现得到一种相反的材质效果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给它一个颜色 OK 那这个呢是一个 白色效果 然后呢我们在进行调整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这地方动颜色的话 比如我们给它动成 纯白 纯透明是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在地方挂着一个颜色的话 颜色会出现这种偏差 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得到这种颜色的补色处理 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得到这种诡异的颜色 所以呢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 如果我们要调透明 我们习惯着就是将慢慢设颜色感成纯黑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影响了 而我们在透明当中 如果你想给它调整什么颜色 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 更加方便我们的调节 大家可以看到 达到这种染色玻璃的效果 OK 那这个呢就是关于 我们透明度有限设置 当然我们多数情况下都是选择 纯白色完全透明 而我们的折射率 对我们的透明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参数 我们一个对象透明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水和一块玻璃 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 就区别在我们的折射率上 比如说我们可以比照来看一眼 做一个1.3 这个呢大概约趋近于水的折射率 可以看到了 折射效果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对象直接进行复制 好来 去分担一下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地方做一下 1.5 好 对效果进行再次渲染 折射程度会变强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内部细节会被增加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地方 内部细节会被增加 折射率会变高 当然我还可以再快点 变成2.0 大家会发现它折射率将变得更高 得看到内部这种折射率将变得更高 而且呢渲染速度是比较快的 如果我们要拿标准材质去渲染一个这样的玻璃 这样我们速度将非常非常慢 而我们使用光线跟踪材质在进行计算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有优化的 所以速度会快很多 OK 那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材质条件 总结起来是这样的 首先呢我们先确定慢反射 当我们确定慢反射之后呢 然后我们确定它的反射形式 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如果是金属 你就是这样的 如果呢不是金属的话 那么就是非尼尔反射 然后呢再来确定透明 你到底有没有透明 如果是处理水 或者是处理玻璃 那么就需要把它调成纯白 如果呢它是完完全全没有透明影响的话 就是完完全不透明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东西打到头 这样就可以 OK 那这个就是散步走 先慢反射 再反射 再透明 就可以 当然我们想得到染色玻璃的话 你可以在地方加上一些颜色 但是一定要注意 需要在慢慢的当中 把颜色说为纯黑 否则的话会出现颜色的补测现象 OK 那这个呢就是关于一个 反射的计算 关于反射计算 下面呢就是高光 高光比较好理解 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高光级别和我们的光测度 另外呢还可以调节颜色 让我们高光的位置上出现一些颜色的变化 除此之外呢 大家注意到了 这地方还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凹凸 一个是环境 环境呢顾名思义 就是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周围 以一张图片来存在 比如说我们在地方来贴入一张 起盘格 贴入一张起盘格之后呢 我让这张起盘格数条大一点 密度值条高一点 然后呢加入一张贴图之后 我们这时候如果我们的对象使用这种 是镜面反射这种效果 且透明度呢 我们让它为纯黑 就是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的这种透明效果 这时候我们在进渲染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原本刚刚在反射周围黑色的地方 原本我们用一张贴图 它反射一张贴图 但是当我们加了这种环境贴图之后 它就会把环境贴图给替代掉 而让我们的反射 就相当于我们的天空 变成这种起盘格的反射 变成这么一套 当然呢多数情况下 我们都是在这地方来贴一些个 HDRI贴图 或者是周围的这种GPG的这种环境贴图 好 在后面一个选项呢叫做凹凸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和我们标准才是用的是一样的 点击凹凸之后 我们可以为它加入一张 类似于造部的这种贴图 我们再进去渲染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表面呢会产生一些凹凸的变化 但是并不是特别明显 主要呢是这种大角质太大了 我们变成0.1 再进去渲染 ok有一点 然后呢我们稍微再多一点 好 然后我们可以将这张贴图给它显示一下 变成0.1 然后呢凹凸的程度可以稍微大一点 比较到100 先来测试大家看一眼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得到类似于那种淡淡的这种模糊反射金属的效果 好 我们让这个数值 来调整一下 除了你动我们的这个反射之外 大家注意到它上面现在已经有一点效果 但是并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把这个地方来的数值 我们使用这种吞流方式 它会变得这种黑白关系变得更加明显一点 然后让大小值变得再大一点 变成3 好 我们再查一段来观察一下 好 再进去渲染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下面已经产生这种模糊的效果 当然又太大了 再稍微再低一点 2 然后呢 我们让这个反射的程度再稍微低一点 40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表面产生这种模糊的这种金属的反射效果 OK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反射这种计算 包括环境计算 OK 那由于内容较多 我们呢 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先录到这里面 我们先来学一下关于光线跟踪当中的基本参数 镜需要您的支持较ruction